看片前记得赞、分享、订阅我们新城财经台YouTube频道 今天《奇术教室》和大家讲291华润啤酒 涂就2022年4月中打后 当时三条平均线已经是倒序了 股价慢慢慢慢跌 去到5月找到低位之后有个反弹 6月8日出现三条平均线的顺序 股价再冲多一阵上去 接着进入了一个长小小的横行区域 介乎7月至10月初 在横行区的里面 7月底三条平均线顺序 9月中三条平均线是倒序的 而很快10月初三条平均线就再次顺序了 但是你发觉到它顺序也好 倒序也好都不升得多少 或者不跌得多少 而在6月底的高位和8月的高位 形成了顶背池 虽然有些回落 但是都走不出刚才所说的一个长方形走势 10月17日出现三条平均线的倒序 差不多同一时间跌穿了这个横行长方形的底部 股价写一层下去 11月开始回稳 12月5日出现三条平均线的顺序 我们来看看下方的14日RSI和MACD指标 大概在11月底的时候 双双都上回强势方了 即是14日RSI上回50楼上 MACD上回0线之上 再加上12月5日有三条平均线的顺序 所以你见到股价持续攀升 直到2月初的时候 14日RSI终于下回50楼下 MACD也都去到2月尾段的时候 下回0线之下 虽然股价都未即时跌 不过就形成了顶背池 接着就开始回落 5月9日三条平均线的倒序 意味着去年10月到2023年1月的大型元底 没办法再持续上升下去 甚至5月中之前 连2月尾的低位都跌穿了 这里像一个圆顶的走势 股价虽然有些反弹 可以看成后抽 接着再跌下去 不过很快穿了底背池 现时就反弹 三条平均线现时都是倒序 1040RSI在50楼下 MACD在0线之下 所以这个圆顶的量度跌幅 都是有机会走的 不过如果它能够将一些技术指标 转好的话 比如三条平均线顺序 14日RSI上回50楼上 MACD上回0线之上 那这个圆顶的走势就会被打破了 MACD上回50楼下